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打入台北市立图书馆 网络办证 点选搜寻 通常第一个显示的连结就是我们所要找的网址 这个画面就是我们网络办证的首页 请您详阅个人资料维护声明 没有问题 把网页拉到底 勾选同意的选项 并按下确定 当您看到这个画面 请您逐项填写所需要的资料 办证类型 如果您是要申办个人证 请点选个人证 证号部分 请打入身份证字号 如果您不知道有没有办过证 也可以点选后面读者证号是否办过的这一个选项 来查看您是否办过证件 密码的部分 请您要输入长度至少8码 而且需要混合英文字母跟数字 再次确认密码的时候 请您务必要小心 要和上面原本的密码一样哦 接下来姓名 性别 生日 职业 学历 还有户籍地址 为必填的栏位 请您仔细的逐项填写 电话号码至少要留一只 行动或是住家电话都是可以的 确认没有问题以后 最后输入验证码的栏位 请输入和左边图示一样的验证码 都没有问题 最后按下确定就可以咯 资料将会送到台北市立图书馆的网站 那届时您只需要带着您的户口名簿 或者身份证件 或者驾照 或者三个月以内的户籍腾本 到各个分馆进行开卡即可 谢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